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世代對話 我是主持人Wagishat 每一年到了11月 對於廣大電影的影迷 以及電影從業人員來說 最期待的莫過於年度 金馬獎典禮盛會的到來 9月27日公佈的第59屆金馬獎 入圍提名名單當中 最令人眼睛一亮 而且感到驚喜的 要算是泰雅族導演 陳潔妖 《拉哈美布》 時隔五年再度推出資歷作 《海用家》《嘎嘎》 風光入圍了六大假象 包括最佳劇情片 最佳導演 最佳原作劇本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演員 以及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原來用電影來說寫 原住民族自己的生命故事 真的是很可以的 事實上台灣第一波 原住民族電影現象 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 興起的即時電影 也就是通稱為紀錄片的 創作熱潮 原住民族首次掌握自己拍攝 自己詮釋的可能性 而這股影音創作的熱情 更外溢到劇情片電影創作領域 儘管在大型的編導致演的劇情片 的生產體系當中 以原住民族為題材的電影 仍是數量稀少 屬性邊緣 不過觀察最近國內外各大小電影 獎的競賽活動當中 不時有台灣原住民族題材電影 甚至是由原住民族的青年導演 指導的作品脫穎而出 原住民族電影作為台灣電影史 有待補充的一塊拼圖 發展空間大有可為 作為電影產製核心的導演們 會如何想像開展呢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 一起來世代對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泰雅族導演陳傑瑤 大家好 我是泰雅族的陳傑瑤導演 我用足語介紹一下好了 好 謝謝 我們第二位導演是崔永輝 大家好 我是崔永輝 我不是原住 我不是原住民 對 但是會一點點蘭嶼的足語 好 我們再來看 第三位來賓是透過連線跟現場 來進行對話的資深導演 余堪萍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也是漢族 對 不過我非常高興有兩位 我們這個非常傑出的女導演 能夠 尤其是那個老哈 就是傑瑤能夠入圍那麼多下 恭喜你 我們歡迎三位來賓 金馬獎是從1962年設置 設置到現在剛好是一甲子的時間 儘管在最近兩三年全球電影產業 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 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再加上兩岸三地的關係比較緊張 所以金馬獎不僅是中國電影缺席 港片報名的數量也大幅下降 但是仍然有許多傑出的臺灣電影工作者 以打不死的精神替臺灣電影發展 來書寫下一幕幕精彩的歷史 那第59屆的金馬獎會在11月19日進行頒獎典禮 我們在討論之前先來看一段 本屆入圍提名名單的相關報導 最佳援助劇本 入圍的有 第59屆金馬獎9月27日傍晚公布入圍名單 其中講述泰雅族人親情與愛的家庭故事 哈勇加嘎嘎 入圍本屆金馬獎六項大獎 分別是最佳援助劇本 最佳劇情長片 最佳導演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演員 以及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導演陳傑瑤表示 家庭是全世界的主題 從簡單的家庭生活中看見泰雅族文化 期盼大眾更容易親近援助民族的世界觀 然後這就是我一直在不斷地追求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應該是說電影應該是我最鍾愛的表達形式 然而不只哈勇加強勢問鼎今年金馬獎 新瑞泰雅族演員李夢以化 也以電影《一家子兒姑姑叫》入圍最佳女配角 在翻開今年的金馬獎入圍名單 可說是南瓜了不少國家的作品 來自香港的電影《智齒》 更是金馬入圍最大贏家 獲得14項提名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就說 金馬獎提供了一個平台 讓世界各地展現自己的電影能量 今年金馬獎原名能量大爆發 而最終得獎名單將在十一月十九號的金馬獎頒獎典禮公佈 到底獎落誰家 大家一起來關注 好 談到電影導演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會覺得做電影導演 真的好難 甚至有可能會變得很慘 特別是當有一個導演 他決定要拍一部原住民族題材電影的時候 他身邊的人應該都會有 你確定嗎 原住民電影會有人要看嗎 你要怎麼回收等等之類的疑問 那為什麼要選擇拍攝原住民族題材故事 這樣一個問題 我想說先就請教 目前已經有三部原住民劇情片電影作品的導演 傑瑤來做一點回應 特別是你在拍攝之前 你會先思考或評估 你這部電影在市場的一個回饋情況會怎麼樣嗎 應該是說 因為這是我剛剛介紹的 哈用家是我的第三部劇情長片 那因為我是都市原住民 所以我其實是藉由我的那個電影去認識我自己 然後我從當然第一部他講尋根 第二部從孩子的視角 那到第三部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想 因為那時候本來想說 難道要拍別組嗎 可是一個長輩說 你拍Diane的你都連嘎嘎都沒有講到 我就說嘎嘎好難喔 然後我想說好 我會講嘎嘎 可是我電影它不是一個文化 不是純然的文化教材 所以我想對我來說我就用家庭 因為我覺得家庭是大家都可以看的主題 我不會去特別去想商業 可是我覺得是太要好看 可是我主要是我想要非原住民族群都進來看 不過就是所以花了蠻多時間去寫一個家庭的故事 那因為這幾次有一些的試片 那其實都後來都是找非原住民的族群 對 因為我就是要測試這個感覺 大家都可以懂 從家庭感受到普世的那個情感糾結 然後他們一直在 也在 也在思考嘎嘎是什麼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就達到了他們可以透過電影 透過劇情然後來了解原住民 對 這樣子 結尤現在已經累積三部 有關於泰雅族題材的電影 那第一部是不一樣的月光 第二部是只要我長大 第三部就是哈用加感大 那可能在日後就會變成你的泰雅三部曲了 因為我自己不會講三部曲了 因為也是有點奇怪 就是當然 因為這樣表示我不能再拍第四部 對 就是因為是剛好這樣的 就是跟著我自己對於認識自己的那個歷程在走 對 那下一部也會比這個題材又更不一樣 對 就是要越來越求心嘛 對 好 我再直接請教一個問題好了 那我知道像一般電影拍攝都會申請一些國片的輔導金嘛 但是這個部分畢竟還是不夠用啦 對 那如果說要找一些投資人的話 投資人放心這樣的題材嗎 像這次我們的出品方非常多 那當然 當然對他們來講 當然他不會一次投很多 他就是 可是都有支持 就是像很多影城 然後還有像其他的單位 就是有所支持 那也剛好這次我們也入圍了金馬 也算是一個保證 然後再加上也很期待 就是我們11月11號上映的時候 期待就是觀眾可以進來看 那如果這些都有的話 其實會 他可以讓我之後下一部的作品的資源 會越來越多 其實從第一部片第二部 其實第一部片到第二部片 資金是雙倍 然後第二部到第三部資金也是雙倍 對 所以就是一個能量的類 跟經驗的累積 好 其實永輝導演 他本身就是剛剛你提到 你不是原住民 可是你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那你就選擇 而且是很勇敢的 就要拍攝一個 蘭嶼達物族的題材 只有大海知道 而且我知道這部電影 其實他前後花了六年的時間 從後續的一些回想 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這六年的時間是很值得的 可是在電影拍完推出之前 一切都是未可知的 那你自己會怎麼去 在這段時間來去克服 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 或是可能是自我的懷疑 自我的懷疑 對 就是在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推出電影 甚至還沒開拍之前 就是其實是一直被勸退 就是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領域的朋友 也許業界的 也許是親朋好友 也許包含蘭嶼當地的朋友 其實就是有太多人勸退過 不要就是不要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當然就是會牽涉到說 大家一定第一個反應 都是會聯想到說 電影在市場會有商業性嗎 那這樣的電影怎麼去回收 或者說我要怎麼去 Cover這些製片的資金這樣子 但是可能那時候對我自己來講 我雖然理性上也知道 會有這些問題的存在 可是沒有辦法去考慮這些 因為心裡面 就是非常希望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怎麼克服 就是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我沒走半步 我就算半步 我可能不曉得下一步在哪裡 就是打帶跑的 這樣一個想法了 對 因為我其實跟解藥導演 有點不一樣就是 我又不是電影圈出身的 所以我沒有在電影圈工作過的 資歷和人脈 所以我幾乎是什麼人都不認識 然後就會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不曉得要去請問誰 就是誰可以給我一些指引 或幫助這樣 所以我只能自己摸索 然後確實在資金上面 當然也做了很多的 想要試圖去做企業的集資 可是我們常被問到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卡詞是誰 對 然後我每次都會回答說 我的卡詞就是蘭宇的素人 這樣子 那大家就是會回應我說 那現在的國片那麼慘淡 連民心加持都不一定有票房了 況且都是素人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的態度就是 因為當時我已經不可能再回頭 因為我心裡面有非常非常強烈的那種 很強烈的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做完這件事情 否則我自己心裡面是過不去 所以就是不曉得下一步在哪裡 可是現在看哪邊有路 我就先走半步 走了那半步 然後再想辦法 這樣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可以請教永惠一件事情 對 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還會在想拍原住民題材電影嗎 會啊 當然是會 就這個打不死的精神 對 好 我們臺灣電影發展的源頭 其實在十九世紀末日 十九世紀末日的日治時期 就已經萌芽了 在這漫長的一百二十多年的期間 原住民題材電影是真的非常有限 發展的時間也更晚 我們來看一下製作單位的一個整理 就是從一九九零年代出現的第一波 原住民族電影現象到現在 有哪一些重要的原住民族題材 相關的劇情片電影 在一九九零一九九一年 先後有兩部非常重要的 原住民題材電影 一部就是余堪平導演的兩個游七將 另外就是黃明川導演的 《西部來的人》 這兩部作品同時入圍 當年度的金馬獎 我記得那個時候 香港的電影是強力壓進 所以有很多的獎項 其實都被港片爆走了 那差不多是隔了十年的時間 才有魏德森描述物色事件歷史的 賽德克巴萊出現 而這部影片不管是在規模 或是引發的討論的話題 都可以算是說是史詩級的原住民族題材電影的代表作 不過我在這裡要特別補充一下 其實很多人可能並不知道 第一部以原住民族語做主要電影旁白的電影 並不是賽德克巴萊 而是黃明川導演的《西部來的人》 那接下來在2011年賽德克巴萊推出之後 陳傑耀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 《不一樣的月光》也剛好是推出了 而這一部電影似乎也開啟了原住民題材電影的 這樣一個起飛騎 我們就陸陸續續看到有馬志祥、王玉玲、 勒嘎索密和鄭友杰他們也推出了作品 到了2016年陳傑耀的第二部作品 《只要我長大》 在口碑還有票房上都獲得很好的成績 我們在看2018年就是崔永輝導演的 《只有大海知道》這部電影推出來 當時也是引發很高的這樣的一個迴響 到了去年即使在電影產業 因為疫情而全面蕭條 確實有蕭條 也很難得的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原住民題材的電影出現 也就是楊志玲的《聽見歌》在唱 那今年我們看到的是傑耀的第三部作品 也就是《海用家》 那接下來我就想要透過視訊來請教 就是余堪平導演 那你會總去看原住民題材電影 在台灣電影產業當中的位置 還有他未來的發展性 另外剛剛我們提到就是 原住民族題材電影和他的市場性的問題 是不是也請導演做一些補充呢 好的 那我先要說就是我非常佩服兩位女導演 因為他們的作品非常的少 少的原因是來自於他們想要完成他們堅持自己的理想 那麼要符合原住民的題材又具有文化性的內涵 又要有娛樂性 對導演來講都是非常艱巨的一個挑戰 如果不是有堅韌的這個理想性在的話 很難夠完成的 因為我們剛才跟他們講 就是兩位導演通工都歷經了非常艱辛的募資的過程 也就是原住民的題材 其實在市場上面不太容易得到認同 也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裡面 就在台灣裡面 大家也雖然知道有原住民 可是他不曉得每一個族群的特殊性跟差異性 也不曉得文化的美感是在哪裡 所以他再加上這兩部片子的導演 他們使用的都是素人的演員居多 所以在資方來講 其實投資方來講 都會有很大很大的一種顧慮 那麼不是靠兩位導演很堅持的小款 都是小款 我有幫崔永輝去募國款 都是小款的募款 才能完成這個夢想 那麼電影出來了之後 口碑跟提名跟得獎是可以加分的 可是我說句實話就是 正是在市場上來講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票房 你說賣得很好 其實我知道的就是說 這個成本都很難拿回來 還用的家還不知道 因為還沒有上映 我想還用的家 他這次最大的不同 跟他前面兩部影片的不同 跟崔永輝的電影不同 就是他有一個 我看到他的發行 就是他行銷的這個部分 這次做的面向比較廣 那麼我也可以看到 傑瑤的電影從類紀錄的劇情片 然後慢慢地擴大 然後到這個海用的家 他的電影裡面的議題更多元化 也是代表這個電影的厚度 越來越厚 這個厚度共他輻射出去的能量 接觸到的觀眾 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海用的家他其實是 我希望這一次賣座能夠很好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經過了三部戲的 淬煉的過程當中 一個導演他要用自己的思考 怎麼樣去超越自己的 創作的內容 怎麼提升內部人員的這種協調 他還要花很多的時間 在部落裡面做非常確實的田野調查 這些過程我想都不是外人能夠看到的 那麼這也是代表這個導演 逐漸越來越成熟 他開始會考量到理想跟市場 這兩個怎麼能夠結合在一起 能夠發出更大的光跟能量 好 其實隨著一九八零年代 援運興起 刺激原住民族意識抬頭 也讓原住民族社會 對一部所謂的原住民族電影 能不能用符合主人期待的方式 來訴說呈現 就有更高的檢視標準 那電影導演 他作為文化藝術的創作者 處理原住民族部落題材的時候 有必要要尋求多元文化 與世代觀點差異的平和嗎 這部分我想就剛剛導演特別推崇的 就是就是節瑤在電影製作 拍導的這樣子一個成熟度的成長 那是這個問題就先請節瑤 來做一點點回應 你說跟文化跟其他 對 因為剛剛有講到 余康米導演講到說 就是這一次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在行銷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們必須要跳脫以往的思考 當然可能對我們心裡會有一點衝擊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 它是原住民作品 可是我們推出去 我們不能定義 它只是原住民作品 對 那當然我的初心 是我想要把這個 我們的生活很忠實地從電影表達出去 因為其實電影就要讓 不僅是我們自己原住民看 也希望讓別的人可以理解我們 所以在這個部分 不管是劇本或是在拍攝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細節跟調整 那就是我覺得我這一次好像第一次 第一次感覺我非常重視票房 票房不是說 不是 不是 我是想要重視的是 大家進戲院看電影 對 就以前可能就覺得我做完了 然後也有受到一些獎項的肯定 那就沒關係了這樣 可是因為我還是希望觀眾來看我的電影 所以我這次其實就 就是不管是宣傳 或者是去希望大家進電影 就是非常非常在意這個部分 對 我請永輝來回應 就是說因為你自己本身 並不是達悟足 所以你在拍攝這樣一個 跨族群的題材的時候 你覺得這平衡點該怎麼去拿捏呢 你說什麼 怎麼拿捏 平衡點 就是可能有族群間的差異 或是世代間的一個觀點上面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就是電影的故事 還有它的內涵 它都是很原住民 必須要非常重視 對 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很忠於 他們的真實的生活的樣貌 很忠於他們情感的樣態 但是手法是時代的 手法是現代的 甚至可以說 我們希望表達的手法 是國際化的手法 那題材它其實只是一個取材而已 我們取材不能夠因為商業 去影響它 然後加進自己很多 blah blah的想法去扭曲它這樣子 必須非常的尊重 和忠於它的那個原始的精神 但是我們的手法 其實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技巧或技術 去呈現這樣一個故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個收故事的方法 必須是能夠符合普羅大眾 那必須是 手法上面必須是要有時代性的 那這樣子其實觀眾它才能夠 我覺得照到電影才能夠達到一個溝通的功能 就是元旱之間或者說原住民族 跟外面的世界之間 一種溝通的效果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討論到這裡要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世代對話 當我們年紀小的時候 應該都有被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長大之後的志願會是什麼 或許真的有人從小就是我的志願 是當電影導演 可是他可能得到的是不切實際 這樣的回應 當然這也反映了一般人 對導演這樣一個工作的認知 是相當遙遠的 當然很多人會很好奇 當導演需要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特別的人格特質嗎 那導演在拍攝的現場 然後他除了敢開罵了之外 他還要管哪些事情 那這個問題的話 我就想說今天我們在現場的來賓 就是我們今天的來賓 最資深的余堪明導演 來做一個代表回應好了 到底導演要做什麼 以及導演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其實針對他們兩個人的電影來講 他們的導演的工作 比一般電影的導演工作要重很多 因為他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做田野調查 像崔永輝拍那個蘭嶼的 他花了七年的時間 每年在暑假之後 在學校在小學辦那個暑期營 然後跟小孩子互動 跟村子裡面的人的互動 那結尤更不用講了 就是他每部戲 他都必須到部落裡面去 跟部落的人互相共同的 我們講做這種田野 都要非常的確實 得到部落的人的那個信任之後 那麼這些素人演員 才會在沒有 互相有很好的信任感的情況之下 才能夠很坦然的 很自然的演出 你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素人演員 跟專業演員的導演 花的那個心力來講 這種使用素人演員多的導演 他花的心血 其實遠超過 對專業演員導演的 這樣子的事件 好 那其實我們就不可否認 導演再怎麼厲害 再怎麼會導戲 電影還是靠演出來的 所以就是剛剛導演提到的 素人演員也好 專業演員也好 就是找到合適的演員來演 這對導演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其實我們真的發現 原住民題材的電影 會啟用大量的素人演員 來擔任重要的角色 那就以傑瑤的最新的作品 海用家來講 有兩位素人演員 在今年就分別獲到金馬獎 最佳新演員 還有就是最佳女配角的 入圍題名 這是非常不容易 但我知道說在選角的過程 一定非常就是有很多的波折 不過就你來講 如果你在整個的一個 籌備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讓素人演員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又可以背台詞 又可以演戲 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訣竅 可以做到的 是 應該沒有很短的時間 其實我們花了蠻多時間找演員 大概七八個月 然後這個過程 其實大概有三個 三四個月的時間 就是把有可能演出的人 都集合在一起 然後前面做了一些活動跟引導 就是有點像試戲 有點像 因為其實拍片之前 這個過程是我最喜歡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 因為我自己會想很多種 好玩的方式 因為一部分是讓他們感覺什麼 是這個角色的狀態 因為基本上我不會教他們怎麼演戲 就這麼狀態 然後我自己在他們這樣子 有點像遊戲的排戲過程中 我也在觀察他們的特質 然後再去微調我的劇本 對 然後其實應該說他們拍戲 要電影開拍前 他們應該狀態已經要好了 我才會拍 然後基本上因為 劇本很長 可是我沒有讓他們閱讀劇本 因為閱讀劇本會 我覺得那個方式可能沒有很好 所以是講故事 跟我自己做的比較有趣的方式 讓他們內化成那個角色 對 然後所以才最後讓他們 他們這一家人 完全來自四面八方 都不認識的 對 然後到了 剛開始還不確定誰演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三個爸爸角色 三個女兒的角色 就是一起一直在試試的過程 最後選定了之後 開拍兩個月前 就帶他們到山上去 然後到可能裡面 有那個烤火的地方 然後找個客廳找個什麼 讓大家相處 那相處過程中 偶爾排一個戲 反正大家就都很熟了 而且泰雅族原住民聚在一起的 那個凝聚力 對 所以我裡面非常多的群戲 對 那群 我覺得群戲我自己也蠻喜歡 因為很過癮 大家可以互相的激發 因為在之前 大家都已經很有默契了 對 這是我 對遠遠的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在永輝的經驗是怎麼樣呢 你也是用了很多 第一次演戲的小朋友 對 因為蘭宇他比較小 人數很少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選擇性是真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的經驗就 跟解藥導演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幾乎是 我想要得到的某一個演員 放在某一個角色 就是不能夠缺 就是沒有他 我就幾乎覺得我拍不成 就是他是可能就是獨一無二 我認為適合這個角色的 那當然也是在電影開拍的前期 我們花了很多 就是在電影開拍前期 我們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去培訓他們 那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那個信任感 就是剛才余導講到的 導演跟演員之間的信任感 因為其實他要站上鏡頭 他不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其實他真的要全然的信任 全然願意依賴這個導演和劇組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時間 是建立那個信任感 還有一種心靈相通的感覺 那其實 當然前面的表演訓練 做了非常多扎實的表演訓練 我們也請了很多 專業的表演指導老師 對演員做非常多的訓練 然後甚至於 我們在開拍前幾年 拍了好幾個微電影 有的有錄下來 有的不一定有拍下來 但是我們會一直讓演員 去演練各種的情況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丟接球 就是在什麼樣狀況 你能夠去接到那個球 然後能夠做出反應 我比較好奇一點 因為就是只有大海知道 這部電影很多的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能夠去忍耐 這個所謂訓練的過程嗎 可以 他們其實 其實我們在蘭嶼辦了好幾屆的下令營 都是戲劇演習營 然後 每一年其實報名的人數 都到達四十幾個小朋友 對 然後是來自於各個村的 然後我們都會雇一個交通車 到各村去接他們來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們一直用遊戲和活動的方式 讓他們進入到戲劇的領域裡面 他們會覺得好像都沒有在教演戲 可是他不知不覺就開始能夠演了 對 就是用很多技巧很多的方法 去讓他們能夠進入到那個狀態 所以其實教演戲不是一個 不是直接教他們演戲 對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在開馬拉之前 就已經在進行啟動了 其實小朋友的部分 我們那時候確實就是發現到很多 可以演戲的小朋友 只是說他可能沒有 電影裡面沒有角色 可以直接給他 他可能只能演群戲這樣子 那但是有好多個小朋友 其實是在我們戲劇雲的歷屆當中 都非常有表演天分 那甚至於到我們電影開拍的時候 他們可能早就畢業到國中 或到高中了這樣子 好 這部分我就要再請教 就是我們在線上的余導演 就是導演有很多的作品 當然你看 你看很多專業演員 而且資深就是非常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演繹著實力的演員合作過 那當你碰到這樣很會演戲 比如說像你的 我們剛提到的一部電影 叫做《兩個游七將》 就是由孫悅先生來做主角 那他的表演經驗就很豐富 那你碰到他 你還需要指導他嗎 那作為一個導演 你覺得你可以給 不管是說素人導演 還是說專業資深的導演演員 什麼樣的東西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專業的演員 因為他受過一定的表演的訓練 他知道自己怎麼融入角色 在溝通上面比較容易 如果他表演 你跟他講說 你這個演得太 太外放了 你應該內斂一點 他馬上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麼《兩個游七將》 另外一個他有提名最佳男配獎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新人獎之類的 他演員著名的 他就提名了最佳男配獎 他就是素人 也是沒演過戲 也就過程其實跟兩位導演講的一樣 就是在沒有開拍之前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跟他相處 然後讓他融入那個角色 所以專業的演員 如果你在挑那個演員 如果自己演光不準的時候 你跟他溝通的過程當中 你說要他不要那麼外放 希望他收斂一點 內斂一點 結果他還是很做戲 這個都是在我們在挑角色的時候 之前就會決定好的 那麼如果你的決定錯了 那到電影上面演出來 他當然就會遭受到觀眾的批評 因為一看這個人 跟這個演員 跟這個角色 兩個沒有融合在一起 所以專業演員受了一些訓練之後 我覺得他們也要很深刻的知道 就是說他已經變成一個超級海綿體 他能夠吸收各種不同社會的人士的經驗 怎麼去轉化成一個不同的人 那麼做演員其實 專業演員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平常的社會觀察很重要 他其實應該要常常跟不同職業 不同階級的人相處 看到他們生活的背後的另外一面 就會特別的深刻一點 最近很紅的有一個片子 演員叫鄭仁碩 他以前是在賣那個水煎包的 在市場裡面 已經看盡了那個市場內那種小人物了 所以他要轉化成表演 他演這種視景小民 他就知道視景小民是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詮釋 所以對專業演員來講 訓練的這個過程已經過去了 不像這個素人演員了 他有的是怎麼去提升專業演員 他在表演上的了解跟認知跟升華 怎麼去變成這個角色 所以在差別上面還是不太一樣 不過還是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我們現場的兩位導演 就是說看起來你們在電影當中 還是會啟用一些明星 也就是比較有表演經驗的演員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演出 那先請教解藥好了 你覺得明星卡斯對一個電影的宣傳很重要嗎 某種程度有吧 至少新聞比較多 對 然後像譬如說上節目 因為素人都還沒有 雖然他是主角 可是他沒被看到的時候 上節目就沒有人認識 對 那當然我覺得 因為電影沒有所謂的票房成功模式 然後所以我就是會用不同的方法 去宣傳這部影片這樣子 對 所以變成反而演員是不是明星 反而不是你在宣傳上面 可能會去就是宣傳的一個重點了 就是我選的時候就沒有去想那個部分 OK 那我想請教永輝的經驗 你覺得明星卡斯到底重不重要 我覺得要看片型 還有這個片子他的目的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我相信我跟解藥 都有個部分很像 就是我們在拍這樣的片的 原住民片的時候 我們的目標 最初的初衷絕對不會是票房 或商業上的目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把 可能會把那個適合性 或者說真實性放在卡斯宣傳之前 但是要不要考慮到卡斯宣傳 我覺得當然還是可以考慮的 可是不能夠去妨礙那個真實性 或他的適合 對 所以我覺得是什麼東西在 順位在前面 譬如說當時大海其實受到觀眾 就是觀眾反映的程度 也有比我們的預期更好 我們本來的預期是覺得一定很小眾 或者一定非常非常的慘淡 但是我相信後來觀眾會喜歡片子的原因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裡面有哪一個明星 而是被裡面的某一種情懷或精神 或者說那個文化 它本身的震撼的力量所感動 或者故事的本身 那我覺得就是每一部片 它有它自己的生命的路徑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拍完這部片怎麼去宣傳它 怎麼去行銷它 它有不同的方式 那卡斯明星我覺得真的只是其中的一個考量而已 不是絕對的 好 謝謝 謝謝詠輝 我們討論到這裡要再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世代對話 原住民族傳統上沒有文字書寫 但是各個族群其實自古以來 都有一套講述傳承 祖先歷史經驗 還有個人生命記憶的方式 但是現在到了多媒體的時代 用來書寫記憶的工具 也就更多元的豐富 而電影媒介 它特有的影音紀錄的特質 就擁有很強大的書寫能力 當部落的族人從大螢幕 觀看到與自己部落有關 甚至有自己親友參與演出的電影 被公開放映的時候 當下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則 電影《哈用家》 回到他的拍攝地 也就是南山部落放映的報導 綿綿的細語中 南山村長透過廣播告知族人 今年若為六項金馬提名的《哈用家》 回到拍攝地 宜蘭仙大同鄉的南山村 舉辦首映會 而族人也加緊不乏 就為了一睹在自己部落拍攝的電影 會如何呈現太陽文化 《哈用家》 接觸過後呢 這時候覺得說 欸 不錯 因為 因為他拍的都是關於我們部落的文化啦 因為都是文化 因為覺得真的很不錯 那時候最感觸的地方 因為 因為他拍的都是真的 我看到 我有好心 很好看 我有留演的 演的 我看到 那麼好 一直演的 族人表示 電影的內容就是 部落每天生活的縮影 相當有同感 而出演電影的主要演員也說 跟族人一起拍攝 一起看完成後的電影 相當感動 講真的 一定是有部落的支持 因為要拍部落的日常生活 一定要有人 人事物都要出現 我覺得他們才是真正的主角 我們都是認識的人啦 都是好像親姐妹 好像兄弟姐妹一樣 都在這邊 聚在這裡 這樣很高興 醫生中 講要到尾聲了 還有這個好看的片子 好聽的歌 我們很高興 這個醫生沒有白火了 回到部落舉辦首映會導演說 這就像是電影拍攝完成的 最後一塊拼圖 我覺得是那個氣氛的感覺 那當然 因為取之於部落 當然還是要回饋嘛 那我覺得這個電影也是 我跟南山部落的人 跟這些土地啊 物啊 雪啊 一起完成的 首映會就在族人與製作團隊的 歡笑聲中畫下去電 其實我們知道 不只是結藥導演 永輝導演的作品 也是有回到藍影去做放映 那現在我先請教結要好了 就我們知道一般電影 在正式上映之前 其實都會舉辦一些 所謂的試映會 也算是測水溫 那對於像這樣子一個 原住民的電影 你會特別回到部落去做放映 那除了有一些行銷 宣傳的目的之外 自己對於就是部落還有劇組 還有這整個的電影的 一個本身來講 你會怎麼去看它當中的意義呢 應該是說在部落拍 他們要回饋一場給他們 這個是也是我們的 對我覺得是應該的 對應該不是行銷的考量 那當然當然我們去了 當然你說就是可以去拍攝 那是一回事 因為他們幫我們一起完成 而且南山部落的 的那個打樣的族人 都非常的幫忙 對 不管大家看到裡面 很精彩的群眾演員 因為連群眾演員都這麼入戲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 哇 因為我們在看電影 我那時候回去的時候 我有到那個我們的拍攝地 寺院雅口 就是泰雅族的分散地 我有因為每次大概到一個階段 我都會去倒酒跟祖先 就是先講一下 然後那天白天也說 我們做完了回來放電影了 然後我們放電影 放到一半 萌萌的 霧又下來 然後就覺得 就覺得有人來看了 對其實還蠻感動 因為剛老人家都說 他們在哭 因為我記得我在那個場次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北 有很多的盲測場 就是給非原民的看的 然後大家的笑聲很多 然後在當場在南山部落 什麼都沒有笑聲 我想說是不好看嗎 對然後結果後來才知道說 他們都在哭這樣 我說哭 我說為什麼 感動 因為可能很多 不管是老人家或是 不是老人家 就是因為我們是用專業的 那個電影放映 我們放非常大的螢幕 然後很多老人家 可能他可能八九十歲 最老的其老都有來 因為他們也有參與演出 對然後八九十歲老人家 都坐下來看電影 因為他們覺得太真實了 然後就在他們的大螢幕 就在這個面前 所以可能那種感動的情緒 會多過於 因為我們平常幽默那種生活感 可能他們也 當然覺得好笑 可是能專注在那種 他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他很感動 所以才發現原來是這樣 我想說 對我想說其他女 可以在戲院再看一次 然後可以再有一個笑聲 對 我們常說電影 就是理性跟感性的整合 所以也是這個電影魅力的地方 那在永輝的經驗呢 回部落放映嗎 是 對 其實 我覺得回部落放映 對我們來講 就是非常非常關鍵 和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在整個電影拍攝過程中 我在最在乎的 也是部落裡面族人 他們能不能夠認同這部電影 而不是社會大眾或票房這樣 我覺得要先獲得族人的認可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就是做這部電影 做這部電影最重要的價值 那當初大海回去蘭嶼放映的時候 我們是在野遊國小 整個操場然後海邊 那真的是人山人海萬頭轉動 然後其實從我們進去的前幾天 就有很多我不認識的蘭嶼朋友 自己來跟我聯繫 然後聽說當天的店家 都貼那個石條說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去看電影 所以不開店這樣子 然後很多店家跟我們聯繫 說我當天能不能到現場 來提供免費的紅茶 給大家吃這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感動的 我想請教線上的余導 就是像這樣一個電影的作品 它的生產回歸到拍攝的地點 以及在地的人 這樣的關係的脈絡 是一定要做的嗎 那對原住民的部落和族人來講 為什麼這樣的關係的連續性 會是很重要 那導演會怎麼去想呢 就是因為在台灣原住民運動的 發展的過程當中 現在原住民的自我認同 文化的認同越來越強 那麼這是一種尊重 回到部落去做手印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就是不是像以前拍的原住民片子 拍完了就離開了就走了 所以我拍的紀錄片也是一樣 而且我還送光碟 每個人都送光碟 可是我覺得現在原住民的電影 的題材也逐漸地慢慢地 就是慢慢地電影 專業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可是在原住民題材的選擇上面 其實可以更多樣化一點 我們舉一個例子好了 全世界最賣座的電影 阿凡達 它其實就是一個原住民電影 它講一個少數的族群 逆星球的族群 以詞就是轉換了 結果受到外力 就是我們舉例台灣好了 就受到殖民的壓迫 然後發生的事情像塞德克巴萊一樣 可是透過創意 透過劇情 因為電影是要在電影院裡面放的 所以它的影像 它的聲音就要花非常大的製作費 那麼在電影院裡面看到了 那麼震撼那麼好看的電影 然後帶動所有的人對你的認同 以一個族群 因為台灣的原住民 每一個族群的神話故事 其實我看比阿凡達還精彩 有好多很神奇的故事 那麼如果有一個很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 再往前走一步的話 那麼資金的募集方面 我也覺得會比較容易 當然那個投資是非常龐大的 現在主要都是來自於 我們原住民自己本身的導演 或者對原住民議題關心的導演 它還是出於文化人的一種 人道的關懷 丟掉了這個人道的關懷 這個片子就不值錢了 所以我們這個人道的關懷 最起碼讓大家看到 現在能達到的目的是看到 原住民的導演拍了原住民的片子 非常的誠懇 非常的真實 呈現給你 讓台灣的人了解到 我們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社會結構 不同的人文情感 可是電影是無限的想像跟創作 其實在未來還有很長的 發展的空間 我是個人這麼認為 我們節目剩下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就要先請我們今天的三位來賓導演 來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您個人會希望自己的電影作品 能夠傳達給台灣社會 乃至於更廣大的地球春世界 什麼樣的價值跟精神 我們先請線上的語導來做 最後的一個簡短的回應 這部片子呢 因為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就是一個導演的成長 結腰的那個成長 就是可以看到他一步比一步 思考的層次越來越多 剛剛他自己也講到 他現在認為票房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以後拍片呢 會更容易取得資金信任 因為他是一個誠懇面對自己的理想 那麼他現在會思考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他電影的層次拉得更廣 像這次因為把社會議題啊 什麼都進入到這個影片了 跟只要我長大已經 一看就已經不太一樣了 那麼我想屬於一個導演的創作者 他一定會想更多 他下一部的片子 可能他的面相就會越來越廣 如果他的面相越來越廣 創造性越來越多 然後屬於電影的專業條件 越來越好 我想兩位導演都會思考 我們在現有的環境 我們的下一步 怎麼能夠更精進 然後視野更開闊 體材更多元 原住民的認同 完全沒有說教的 讓所有的人都覺得 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文化 是一個燦爛的一個花園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滿足所謂導演 創作的理想跟理念 也保有一個導演 該有的尊嚴跟身分 我覺得 遇到對原住民電影的發展 有很高的期待 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永輝做簡短的回應 我覺得就是 其實文化是一個多元的價值 然後在過去的時代裡面 可能會被區分主流跟非主流 非主流常常都是被邊緣和漠視忽視的 對 但是其實我們透過電影 讓大家看到它的珍貴性 然後看到它的尊嚴 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 你接耀 因為剛剛遇到講的我覺得滿認同 也滿感動 就是 當然我是在接近 我的文化在認識我自己 可是 因為我是透過電影的美學 那電影的美學這件事情 我會讓它是大眾 然後它又有藝術價值 又有那個藝術價值在 這真的是非常難的事情 可是是可以做到的 對所以就會覺得之後就是 對那剛剛有提到我的 就是11月10號上映的片子 就是哈用家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這個影片 當然除了原住民的觀眾 那非原住民的觀眾 我覺得這一部就是在 今年是2022 我覺得2022歲末的一個 給所有的家庭 非原民或原民家庭 最溫暖的禮物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三位來賓的參與 我們的節目其實有臉書 IG還有YouTube頻道 歡迎各位觀眾能夠訂閱追蹤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 感謝您的收看 請多謝